天字的声音第二期播出时间将会有所改变,从周五晚上十点播出变成了周六晚上黄金档播出,也因为这个改变,对第二期更加关注。 毕竟改变之后的播出时间更有利于收视率,所以很想看看第二期的收视率能否有一个较高的增长。 当然,想要收视率高,节目质量也非常重要,而从目前天字的声音公布的信息来看,第二期会有一些新的尝试,也引发了更多好奇心。 第二期的飞行音乐合伙人将有九组,远多于第一期,一开始看到第二期有这么多飞行音乐合伙人非常高兴。 毕竟第一人的主要看点就是飞行音乐合伙人之间的合作,飞行音乐合伙人越多说明观众看到的舞台也会越多,看到的新面孔也会越多,会更有新鲜感。 但是在看完九组飞行音乐合伙人之后,却发现与自己想的并不一样。 因为九组飞行音乐合伙人中有五位来自第一期,分别是,新,西琳娜一高,唐义,靠姆士乐队,吉克俊义,只有四位属于新面孔。 分别是,阿云嘎,金润吉,梁龙,肖若藤。 如果看过天赐的声音第二季,应该已经意识到第三季在赛制上有了变化。 第二季每四期为一个阶段,每一个阶段的前三期为常规赛,每期常规赛都有推荐金曲产生,而只有获得推荐金曲的飞行音乐合伙人才能进入第四期。 并且每一期常规赛都有六组飞行音乐合伙人参加,这些飞行音乐合伙人要么来自第一季,要么就是新面孔。 可是到了第三季,第一季的赛制还与第二季一样,但到了第二季就有了大变化。 为此又刻意去看了第三季的赛制,发现第三季每三期就是一个阶段,通过多次双选配对,实现音乐合伙人之间的多元合作。 说实话,在没有看完第一阶段的情况下,很难了解第三季赛制的全貌,也对赛制充满好奇。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比起第二季,第三季邀请的飞行音乐合伙人要更少。 这样的赛制有优点也有缺点,优点是不需要邀请大量飞行音乐合伙人。 有些飞行音乐合伙人可以参加好几期,让他们有了更多的舞台。 如果恰好有自己喜欢的歌手是飞行音乐合伙人,可以多看一些他们的表演,应该会很高兴。 缺点也很明显,新面孔变少,新鲜感也变少。 之前每一个阶段可以看到两十多位飞行音乐合伙人,整季节目参加的飞行音乐合伙人有七十多位,而第三季可能要少很多。 当然,作为一道音乐总理,飞行音乐合伙人多少并不是重点,重点应该是飞行音乐合伙人的质量。 所以,希望天赐的声音节目组在邀请飞行音乐合伙人数量变少的情况下,提高质量,尽量邀请实力歌手参加,这样缺点也能被弥补。